大家好,解读设计 咱们今天解读麦当劳的标志设计 麦当劳是世界上最大的快餐店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强大的品牌 麦当劳的商标设计也非常的成功 金色的拱门是世界公认的标记符号 令人难忘,你忘不了吧 而且非常简单,是吧 就是一个拼音的摸 非常简单 这表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 就是学到一个简单而且有力量的符号 是确保我们被记住的关键 你看有些人的名字 虽然简单容易被人记住 复杂了反而记不住 简单有力的符号是被记住的关键 寻找一种可以在不同环境和文化中工作的标志设计 一个是难以忘记的 并且很容易和品牌相联系的标志设计 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够获得一个优秀的标志设计 好,今天就解读到这 拜拜